每年的酒吧投下会上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 这些老外中既有老朋友更有不少新朋友 通过投下会这个平台 这些新老朋友也和厦门展开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交流 荷兰祖特梅尔市原市长范刘文博士 已经是第七次来厦门了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酒吧投下会 2001年他第一次来厦门就是参加酒吧投下会 他说与12年前相比 本届投下会的规模和水平让他感到非常惊叹 在本届投下会上像范刘文博士这样的老朋友还有很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多次来到投下会 寻找商机认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投下会的老朋友们大多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美国参展商钟方婷先生是巴尔蒂摩 厦门姐妹城委员会主席 1985年就曾陪同当时巴尔蒂摩市的市长 来到厦门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 这已经是他第七次来参加投下会了 酒吧投下会不仅吸引着老朋友们常常来 而且每年还有许多新朋友加入进来 来自非洲大陆的金巴布韦共和国的经济学家 埃迪森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酒吧投下会 展会上的一切都让他感觉很新鲜 对于不少国外的嘉宾来说 通过投下会他们认识了厦门 了解了中国在投下会之外 更为丰富深入的交流还在不断延续